好 接下来我们看9.3的练习 配对各营养最终会被什么吸收 那其实葡萄糖最后呢 你要知道说水溶性呢 它就会被毛血管吸收 如果是脂溶性的话呢 它就会被毛性淋巴管吸收 像葡萄糖是水溶性的 被血管吸收 氨基酸也是水溶性的 它是被血管吸收 肝油跟脂肪酸呢 都是淋巴的 肝油脂肪酸 还有维生素B和C呢 是水溶性 维生素APEK就是脂溶性的 这个呢 这个可能大家还没有学 课本其实没有提到 这个是旧课本有提到 但是呢 有一部分的老师又很爱出 so far我是看到说 它是让学生自由的选 这样你 它会问什么呢 什么东西会被淋巴吸收 那你就可以避免 要用这个维生素 如果你不懂就不要用了 你可能就写这个脂肪酸 跟这个肝油就好了 OK 不过这个当作是一个 extra的知识 也告诉你们B和C是水溶性的 ADK是脂溶性的 OK 小肠吸营养吸收的主要场所 这哪一个呢 是跟它的吸收原因描述是错误的 小肠的细胞壁很薄 只是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后面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讲说细胞壁 什么是细胞壁 植物细胞才有的啊 细胞壁 所以这个很多同学会混淆 我们叫做小肠的那个小肠的小肠壁 你可以叫它肠壁 但是你不能叫它细胞壁 OK 所以这个是陷阱在这一边 这个是非常坑人的议题 OK 小肠很长 五到六米肠 然后呢 有这个周壁 有这个龙毛 然后呢 有包着这个毛细血管 还有毛细领管管 这些都对 来错在这一边 你不可以叫它细胞壁 这个注意啊 这个陷阱就在这边 注意了 死分辨呢 由肛能排出的过程 叫抬移了 这个蛮明显的 这个小学都有学过 分辨呢 如果在大肠动力太久 就会肛和硬 然后呢 很不容易排出 就会引起便秘 便秘 然后呢 其其中可以改善这个排变速畅度的是多摄群的的 呃 上维呃 上食纤维 排泄 注意哈 哪一些是排泄 排汗属于排泄 呼吸属于排泄 然后 小便是属于排泄 它要把我们体内的这一个代谢肺部排出来 包括二氧化碳 包括尿素 这一些才是属于排泄 那分辨的话是消化不到的东西排出来而已 啊 所以为什么呢 它不是属于排泄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